新世紀的法藝風格美學 在模特兒頂上完美呈現 美法業者走過半世紀 在髮型設計上站穩腳步 產業更拓展到醫美食品 成為台灣產業的最佳典範 我們目前所投資的這個食品產業 它原來是用製造業的思維 其實並不是很了解顧客的需求 那所以呢 我們跨足食品產業 我們希望呢 掌握第一線顧客的需求 研發更符合顧客 需要的高品質跟適合的口味 從美法跨足食品產業 看似不相關的兩個領域 在經營規劃上 卻有類似的利基點 秉持著服務創新精神 業者對於未來保持樂觀態度 希望說呢 能把台灣品牌帶出台灣 往國際發揚光大 這是我們未來的展望 不僅在台灣發官發熱 業者也將經營據點 擴展到對岸 還有其他國家 在創新思維速度領先的理念之下 要在創造集團下一個50年 三日新聞政員 龍李瑞誠 台北報導